哈喽,大家好,我是Ruby又溪 今天带来的是明星仿妆系列的第28期 是一名泰国女明星Mai的仿妆 Sawadika,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妆容来源于这张照片哟 超美的有没有 她是泰国混血女明星 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她 我是看泰剧,不是男人是女人入坑的 不仅长得美,而且演技也超级棒 今天妆容有一点清欧美分 温柔配色,却气场强大 我超级喜欢她的眉毛的 画法也很简单哟 喜欢的话就看下去吧 我们就开始化妆吧 这次泰国女明星仿妆 我选择了粉底液的颜色是偏黄调的 但是Mai是混血,颜色也不能选得太黑 我们将粉底液涂于脸部 再用化妆刷涂抹均匀 用粉底刷上妆的话 遮瑕力会更好 但是你的皮肤如果过干的话 还是推荐美妆蛋 这款粉底对于大干皮的我 冬天是有一点干的 但是遮瑕力还是不错 我用了喷湿的美妆蛋 进行二次叠加 这样妆感厚重一点 遮瑕力很好又不会干 脖子部分当然要记得带过一下 像我脖子就会比脸黑一点呀 这次我选择了日系的 清透亮一点的遮瑕 因为它的五官比较立体 要从底妆开始 我们来提亮鼻梁部分 还有脸颊两边和黑眼圈部分 自然光拍出来 好像皮肤看着特别的好 但其实你这样遮一下 看这边会更亮一点 你皮肤暗沉或者不均匀的部分 也可以来叠加一点 太妆一般都是压光的妆感 所以选择这一盘蜜粉 它的粉质比较细腻吧 但是取粉比较麻烦 轻轻的扫于连颊周边 但是它有一些偏干哟 所以不要扫太多 只要脸部不要太黏泥泥的就可以了 眉毛这次就用了一支眉笔 是Kate的黑色的眉笔 它的笔尖比较细 这个以前在我出港青仿装的时候经常用 因为一样也都是浓密的眉毛 它其实非常好画 你们看 大概你沿着眉毛的轮廓来画出来 刚开始它是比较淡的 然后慢慢的来加深 照着涂中的眉型来画 稍微比我平常的眉毛宽一点 眉头向上梳 先打到出清淡的基本的眉型 再进行二次叠加 就用这种迁徙的眉笔 真的很好叠加 你眉毛哪里稀缺的 眉头部分一定要向上画出 一根一根的感觉 这次可以下手重一点 它的眉毛真的很浓密 我超级羡慕的 就是这样啦 画这种浓密的眉毛 一定缺少不了 眉毛语一来定型 让眉头看 可以往上定住 我的眉毛是比较乱的嘛 你这样多数几遍 你可以让你的眉头部分向上定住 然后眉尾向下 这次我也拿出了 很久没有用的眉毛高光鼻 其实是一套一起买的 就是可以画到眉毛周边 我一般是提亮眉骨部分 像偏欧美的妆 这一个都很好用 再用遮瑕穿 慢慢的把它晕暗过度开来 也可以用亮一点的遮瑕来代替 它的双眼皮特别特别的宽 对于我这种普通双眼皮来说 一定要贴双眼皮贴了 这种双眼皮贴比较适合画压光的眼影 像我这次眼影是带一点珠光的 其实更适合埋线式的双眼皮贴 像现在贴上去看不太出来 但是涂了珠光的眼影会比较明显 宽度你们就按照自己想贴的来贴 我是为了仿得像一点才贴它的 眼影先用的是Kate的这里面 一个金棕色的眼影 先涂在双眼皮褶皱以内 慢慢的向两边晕染开 眼尾可以晕染的宽一点 看涂了珠光的眼影 双眼皮贴就会明显一点了 下眼睛也要带过一些 拿出了我上次旅游新买的这盘眼影 外壳漂亮了 颜色都比较偏日常 我们先来占取这个浅的大地色 加深眼尾部分晕染到眼窝 一定要用这种松软的晕染刷过度 看鼻梁的位置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它鼻梁这一块也用了眼影的颜色来加深 有一点橘橘的 我们来加深鼻梁 比较立体一点 也拿出了这一盘很久没有用的眼影 它的颜色都非常的日常实用 我们先来占取这个棕橘色 它是压光的 用这种松软的刷子加深眼尾部分 慢慢的晕染 这次剪视频我专门把时间放的比较长 你们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仔细一点 周围再用晕染刷过度 下眼睛部分也可以加深 再来占取这盘眼影里的打亮色 它是细细的珠光 我们加深在眼头部分 然后晕染到眼中部分 它的珠光比较浅吧 细一点 不会那么的闪 再拿出这个我最喜欢的液体 眼影打亮 它是非常闪的 我们打亮在下眼头部分 用这种纤细一点的刷子 眼睛下围部分 一定要沿着眼线画得比较细 眼头打得亮一点 眼线笔也用了 我很久没有用的黑色的眼线笔 也是以前港星仿妆经常用的 来画一下内眼线 其实它的眼线没有这么浓吧 因为我想让眼睛更加明显一点 就画这样深一点 眼尾稍微拉出一点 睫毛膏专门拿出了这个泰国买的睫毛膏 但它其实没有很好用 是双头的 还有一边是可以加长的 我们先用这个黑色的正常的来涂一下睫毛 我事先涂完睫毛了以后 再用烫睫毛器来烫卷翘一点 因为我睫毛实在太塌了 之后再用这个白色的这一头加一点 它是有点毛碎碎 然后可以让你的睫毛更加浓密一点 但是没有变得很长我觉得 眼妆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修 鼻梁依旧拿的是这一盘 我非常喜欢的 这次占取的是偏黄棕色调的 来修饰鼻梁 看图中的样子 它的五官非常的立体 用松软的晕染刷叠加在周边 鼻翼两边一定要加深 有变窄鼻翼的效果 鼻尖下部像我这样扫的多一点 有缩短中停的效果 它这张照片拍的鼻子感觉好短 其实它鼻子没有这么短 鼻梁上部也要跟之前的眼影过渡一下 还有嘴巴下部营造出嘟嘟的嘴唇 下巴部分也稍微过渡一下吧 脸部拿出了这个万年爱 它的颜色有一点偏黄掉 其实容易显黑 但是还好了 正常的修饰你的脸颊 它的轮廓还是比较立体的 所以你可以打在你这个颧骨的位置 我是想让颧骨变窄一点 然后脸颊部分就轻轻的这样扫一扫 它的脸是比我的脸窄一点 所以修容的话下巴部分要修的多一点 接下来用的是腮红 这一颗我超级喜欢的是橘色的 按我画的这个三角形的区域来打 打得也要明显一点 我这次用的这个腮红刷真的超级喜欢的 然后慢慢的加深 直觉腮红比较明显也有一点寒分吧 它是压光的 所以你不担心它打得太多 但周围一圈要浅一点 位置可以根据你的脸型稍做调整 像我就可以打得高一点 鼻尖部分我也来晕染一点 很可爱 让妆容有整体的统一性 腮红这次我自己非要多加一个颜色 因为我觉得它可能太橘了 我加了一个偏粉调一点的橘色 打在中间位置有一点层次 这支波浪糖唇膏的颜色 我真的get不到 它真的很浅 我不是很喜欢爱 但是用它来遮盖我们唇部原本的颜色 还蛮好用的 再用手指把它抹得薄一点 浅一点 这样刚刚好 所以你不喜欢的颜色都可以用来叠涂 再来叠加这个西柚色吧 它也是比较浅的 但是你如果直接涂它会偏红一点 现在这样涂就刚刚刚好 跟照片的颜色会比较像 而且它水润润的 会显得嘴巴很多 它那张照片嘴巴是比我厚很多 所以嘴巴上面也可以晕出去一点 我最近鼻炎特别的严重 说话就有点鼻腔阴 拿出我最喜欢的这个高光棒 看它照片中鼻梁脸颊部分高光特别的明显 用手指把它轻轻的晕染开 这一步还是蛮重要的 鼻尖可以亮点 鼻梁中间的话不要太亮 额头部分也一样这样轻轻的抹开 脸颊看着就不那么沉闷了 下巴部分也可以打亮一点 这一支高光虽然亮 但是它又没有很显毛孔 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你们买它 而且你涂得浓一点的话 它也能特别的高调 你涂得浅一点轻轻把它晕开 它也可以很自然 你看这样轮廓就像很多了 今天妆容也就完成了 吃不贴双眼皮贴坏的日常一点 整个配色非常好看 看这个画面还是蛮像的吧 今天的仿妆还算成功吧 我真的非常喜欢它的 它最近有新的态剧在播 叫做原来就是你 虽然剧情没有之前的歌剧好看吧 但是还是安利给你们 喜欢今天视频记得点一下赞 记得订阅又系的频道 是我一次新的尝试很少有这种造型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可以来交作业哟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一定要开开心心的 拜拜 记得订阅